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乌克兰发动闪电战大局反攻俄军 收复师土面积已经达到了八千平方公里 乌军现在逼近分离势力占领区的边界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昨天突然现身光复的战略药第19母 与当地的官兵一起升上乌克兰的国旗 象征俄国的挫败 尽管俄国说他们是重新集结 但越来越多的画面曝光 俄军阵地的武器装备丢得到处都是 一堆坦克弹药军用品气质树林 可以想见离开的时候是有多冲促 卢干斯克的民众就拍到多量的俄军军卡呼啸而过 夸张的是竟然有小兵被丢包 一觉醒来呢 发现自己的部队上百人通通不见了 怎么办呢 人身地不熟 连回家的路都不知道 只好投降 现在俄军战俘已经多到 乌军很难处理 克里姆林宫昨天终于承认作战失利 但是责任推给普丁的军事顾问 普丁现在只能寄望习近平 两人今天在中亚见面 没想到习近平一下飞机就软脚 差点从楼梯摔下来 习近平有点掰咔的样子 就像中国自身难保 能给普丁靠吗 美国昨天通过台湾政策法 强化对台军援以及提升台美关系 中国曾经呛笑 如果通过美中关系就瓦解 那现在就看怎么瓦解咯 而国内竟然有蓝衣议员说 台湾人不要犯舰 他不想睡帐篷 骗蓝学者也是气急败坏的解读 说这是战争邀请书 代表美国只会军援 真正战争的时候 美军不会来 但最新的消息显示 美军雷根号航空母舰 重返海上就在东海附近 中国还派出两艘驱逐舰跟舰 美军一直都在 这些蓝衣人士又要崩溃了吗 另外选战焦点 蓝衣狂打疫苗被政府党 偏蓝媒体人说 郭台铭采购BNT疫苗 被逼签下不参选总统的窃解书 我们用常理来判断 谁敢威胁霸气的郭台铭呢 还去签窃解书吗 这不会太荒谬吗 而且这都是去年的新闻 国民党团还指控两名官员 阻挡民间购买疫苗 拿出对话截图 这个内容能当证据吗 另外黄珊珊日前说 自己跟宋楚瑜同为中国湖南人 后来改说阻击湖南 但现在这个湖南叫做内湖南港 黄珊珊想当杨晨灵第二吗 还有张善政说研究计划终身保密 蓝衣拿出合约说 真的有签保密 但诺伟会说 没有这种签终身保密的条款 最新局势发展 节目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介绍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简淑培 中江哥好 大家好 再是时事评论员邱米宽 中江好 大家好 资论媒体验吴国栋 中江好 再是备翼少将 于北陈将军 中江好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李明贤 大家好 财政议专家 徐清皇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是政据学教授 范世平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 乌军势如破竹 最新已经夺回了 八千平方公里的尸土 总统泽伦斯基 亲赴战略要第19亩视察 不过在返回首都基辅的时候 却惊喘发生车祸 乌克兰国旗 在焦黑的市府大楼前升起 总统泽伦斯基 亲赴19亩视察 指挥官迎接 两人都露出难得笑容 泽伦斯基慰问前线 一边讲话 还听得到炮声 新流出的影片 凸显俄军兵力有多短缺 征兵征到监狱去 就连最停普丁的车臣领袖 都对俄军战况感到不满 相较之下 乌克兰军士气大震 泽伦斯基誓言 要带领国家迈向胜利 不过就在他从前线返回首都基辅后 却惊传车祸 总统发言人在脸书上报平安 说泽伦斯基没有大碍 至于事故具体情况 还在调查中 乌军大反攻 收复的尸土面积 已经达到了8000平方公里 昨天才说6000 今天到8000了 已经逼近卢干斯克 分离是占领区的边缘 那泽伦斯基呢 昨天是突然现身 光复的战略要第19模 跟当地官兵一起升上 乌克兰的国旗 代表乌克兰胜利 现在乌军是 这个士气大政 也振奋了全世界 特别是台湾民众 也是非常的高兴 但是呢 泽伦斯基在返回基辅的时候呢 发生车祸了 先瞧宽哥 这个车祸到底是个 什么样的情况 有可能是暗杀吗 现在目前看 应该是不会 目前来看是一个小车祸 而且状况呢 应该是在可控制范围 最近全乌克兰都陷入了一种 兴奋的一个状态 那为什么是陷入一个 兴奋的一个状态呢 全世界兵力第二的俄罗斯 出兵浩浩荡荡 经过两百多天的 奋力抵抗完之后 现在反攻的一个号角 已经吹起 而且这一波的吹起呢 从很多地方 等一下我们会跟各位说 不只是乌克兰 不只是俄罗斯 全欧洲全世界都会因此 而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但就现在来跟各位 谈几件事情 这次有两个武器 让全世界大家非常惊艳 第一个是西方的精准武器 这次在战争当中 完全动态全部改变 过去是要大坦克 大陆军 现在呢 没有精准炮弹 科技最重要 就整个所谓的空中无人机 飞上天上飞的特征机 跟卫星 一切的讯息 告诉我们什么呢 现在小国 你不要看小国 你就可以欺负他 这对我们台湾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 另外一个叫孙子兵法 全乌克兰所有的男人 因为国防部有发 每个人所中一本孙子兵法 大家研读孙子兵法完之后 这次的深冬及西 造成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但这次19母拿下来 这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19母拿下来之后呢 对于整个俄罗斯的补给 完全就中断了 最后面这场仗怎么打 我们进来跟各位快速的讲三个结论 第一个 泽伦斯基从19母回到基辅的时候 在基辅发生了一个小车祸 但目前这个小车祸 大家说无碍 这个没有关系 目前已经收回了 八千平方公里的一个湿地 从一开始的三千 再来的六千 再来的八千 现在是过去的湿土 一寸一寸的一个拿回来 但今天最新的一个讯息是 白宫在今天早上 星期四的早上已经说了 未来几天会有新的援助计划 那这新的援助计划是什么呢 到时候我们就再来看 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 新的战术导弹 或者是新的武器 这我们要再来持续的来做追踪 但这件事情 有几件事情要来跟各位谈 一个是所谓的人心的向背 乌克兰人现在很兴奋 但对于俄罗斯人呢 俄罗斯人现在是垂头丧气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数据 跟各位做说明 出兵二十二万 阵亡了八万 然后目前十四万人 就在乌克兰当中颠沛流离 然后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 现在是武器丢的 丢盔弃甲不打紧哦 现在呢 在整个俄罗斯前方的战线 出现了大量的一个战斧 然后很多人还被丢包哦 重点是后方没有人要支援 现在正常人呢 看到真兵的来 第一件事情 年轻人赶快跑 他就有多远跑多远 所以真兵已经争到监狱去了 你前面人不够 后面人争不过来 各位怎么打仗 那现在最惨的状况就是普丁真的没招了 为什么呢 普丁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云淡风轻 但现在人在中亚 人在中亚要去找习近平 到底能够要到多少资源 但我认为中国没那么笨 中国这个地方应该会保持中立 所以第一个事情非常大条 那现在对于整个 莫斯科的整个军方的一个部分的话 他们中央的指挥系统 第一个他们把目前的这个责任就说 这个所谓的战争打的如此的不光荣 居然失败了 把他完全都推给了军方 但现在他们要怎么保普丁 最近保普丁 我认为已经保到有点夸张了 他们说什么呢 普丁跟这场战事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普丁现在全力在拼经济当中 但各位普丁推得了责任吗 这一波全世界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普丁 因为对于莫斯科来说 现在未来的整个刀光剑影 全力斗争才刚要开始 乌军现在打了手气正顺 那也还好泽伦斯基在基辅发生的车祸 是没事的 同时他也呛俄国 不管乌克兰多么辛苦都不要有俄国 他就说如果要选择没有天然气或是俄军 我们会选择没有你们 就是不要你们俄国 所以现在也不愿意跟你们谈判 反正现在是打了正顺士气大政 特别是俄军仓皇逃命的这些影像 陆续曝光 来清皇逃得有多夸张 我们看到除了树林里 到处散制的这些军用品 坦克等等 那竟然也发现有小兵被丢包 丢包的状况是有多夸张 竟然整个部队跑光 一觉醒来发现全部人都跑了 对因为现在对于乌克兰来讲 他们面对俄军的状况就是两个快 哪两个快呢 他们发现现在俄军的状况就是 跑得快投降的快 而且因为投降太快 我们现在看到这几天 乌军所收复的国土范围 从1000平方公里 到现在已经到8000平方公里 可是今天开始速度变慢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俘虏的俄军太多了 来不及处理 所以现在必须要花力气 先做这些安置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首先我们先告诉大家 就是这几天乌克兰的军队呢 陆陆续续传出来 他们的战术到底怎么打的 所以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现在你看到的乌克兰军队 他所收复的范围 那所收复的范围呢 他的战术是什么呢 各位要知道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 他在这个19母这个地方 大概有上万名的俄罗斯的部队 俄罗斯的大兵 可是你知道乌克兰 花了多少的士兵吗 乌克兰在这么大的区域里面 他所花费的士兵的数量 是13500名 今天有更多的资讯透露出来了 那他的做法是怎么做呢 他的闪电站的打法 就是要让俄军觉得 四面八方到处都是乌克兰的军人 那为什么造成这个效果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昨天有讲到过 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讲 这次是他的一名上将 这个希尔斯基 他在这一次里面呢 等于算是大家说 他这是一次一战封神 变成战神 为什么 他的打法是 各位可以看 这个地方是19母 对不对 那俄军的重军是在这个地方 可是在这一次里面呢 这位希尔斯基的上将 他的闪电站怎么打 他先打这个地方 叫巴拉克利亚 巴拉克利亚这个地方呢 他其实呢 没有那个俄罗斯的大兵 他其实就是俄罗斯的国土防卫部 然后跟其他的这个 我们讲顿巴斯的民兵 所以他的防卫是比较弱的 他的打法就是先打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他在跳进分南北两路 夹击这个更重要的地方 叫库皮扬斯克 库皮扬斯克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库皮扬斯克 有一条铁路是从俄罗斯境内 通到19母这个地方 所以当他把库皮扬斯克 掐住的时候呢 你俄罗斯部队的后援 从哪里来 你的后方的补给资源 就断掉了嘛 所以你俄军现在要回去 你就回 你没有铁路线可以回去 所以他等于从 这个地方巴拉克利亚 打到库皮扬斯克了之后呢 那对于在19母的俄罗斯大兵来讲 他会不会紧张 他会紧张 他怕回不去 然后最重要的是 他沿着库皮扬斯克 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流 叫做奥斯基尔河 他沿着奥斯基尔河 在一路南下 然后同时透过19母 南方的这个 乌克兰大兵呢 南北夹击 19母这个地方 而且时间多快呢 9月6号 打到这边的时候 9月9号 9月10号的时候呢 俄罗斯的大兵 已经急得想要跑掉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出现 这个俄罗斯的大兵 什么状况呢 就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大兵 在这个时候呢 丢盔弃甲 他所留下来 超过这个 我们讲说他的重兵器呢 可以让乌克兰 在武装三个旅都有胜 你就知道情况有多严重 那刚刚中将所提到说 这个为什么有小兵呢 这个逃得这么的快 那是什么状况呢 告诉各位 因为乌克兰呢 等于在访谈这些服务的时候呢 他发现这个小兵什么状况呢 他发现说 他是 他等于是这个义务役 他等于是被征兵上来的 他不是那种志愿役哦 那这义务役呢 他被征兵上来呢 他们的长官要求说 他们每一个团都要派40个人来 就派40个人来 然后跟他一起出发的 他们集结之后 他同行的有150个人 这150个人呢 他发现 怎么隔天早上起来之后 有四个人不见了 然后等到他们 被送到了19亩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们被送到地点 是在19亩南方一个小镇 被送到这里来的时候 他发现说 哇 150个人 他一觉醒来发现 连他在内 只剩下四个人在这个地方 其他人都跑光了 所以你知道逃兵的状况 有多严重 结果他们四个人在这个地方 又听到说 这个俄罗斯面对到 像乌克兰 现在要打这个地方 要收复这个地方 很紧张啊 四个人不知道怎么办啊 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这四个人呢 就跑去跟当地的民众说 请问我们要怎么回到 顿孽刺客去 连路都不会走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路怎么走嘛 所以他只能看到 当地的居民直接问他说 请问顿孽刺客怎么去 结果你知道 那个居民怎么跟他说 居民跟他说 你这个要回顿孽刺客去 你各位可以看 195在这个地方 顿孽刺客是在这个地方 你用走的回去要很远啊 所以居民就跟他说 你不要想了 走回去那个地方很远 而且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乌克兰的部队 已经收复了 所以呢 这四个大兵就想想说 好吧那也没办法 所以那他就问了一件事情 请问我们要到哪边 去找乌克兰的部队投降 他一问完了之后呢 那你就想说 这四个大兵 其实就表示他要投降了嘛 所以呢 这个后来乌克兰的部队呢 就把这个士兵 他所讲的话把访谈的部分 全部公开出来 那大家就发现说 哦原来俄罗斯的部队 在这个地方投降了这么快 可是你如果对照 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希尔斯基上将 所发动的这个闪电战 你就可以知道说 在195这个地方 上万名的俄罗斯的大兵 他真的是惊慌失措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只能做成两种选择 第一个是能跑的先跑 可是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刚刚那位 这个俄罗斯被俘士兵所讲的 他这个地方 要到顿孽刺客很远 这个资讯也不是白问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刚刚看到一些 推特上的资料 有很多的俄罗斯的大兵 还散在树林间 等着这个被乌克兰的军队 去捕获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俄罗斯的士兵 这俄兵可能无路可去了 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跑的 等着被人家抓回来 然后呢 现在有很多是直接投降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 这个乌克兰部队 他们所斩获的这个 我们说他的这个猎物的部分 有一百多台坦克 掉在这个地方 你看情况有多严重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俄罗斯的士兵 是用逃的方式赶快跑 所以这也造成了 你看现在乌克兰的 光复的速度会这么快 这就是主要的原因 对 现在俄军 几乎是闻风丧胆了 这些小兵呢 在这个前进战场的过程当中 就不断的在逃兵 那显然这个部队的纪律 是完全是 这个消失的这个状态 余将军我们可以看出嘛 从这个陆续 曝光的影像当中 可以发现 那个气质的军用品之多 坦克这么多 在这个树林当中 现在连自走炮都有 所以显然这个部队的纪律 完全荡然无存 也就是说 现在俄军真的是 听到乌军的这个状况 马上就是想逃跑 这个乌克兰的部队 进了19亩之后 收复19亩之后 有一部电影叫做 满层禁式黄金甲 他们进了19亩之后 乌克兰的部队 回报了说 满层禁式重装甲 都丢在到处都是 有这个自走炮 2C3的这个自走炮 而且是整个连丢下来 一次就是适量适量的丢 一个炮兵 大概就适量一个连 一次就是适量 后面还附什么 附弹药车 附油罐车 这油罐车和弹药车 还是满载的 还是满载的 然后车子里面都有油 所以乌克兰士兵 他非常的讶异 他说这是干嘛 天上掉下的礼物吗 我收复了19亩 不只是收复土地而已 我还收复了 满层禁式重装甲 还加满了油 有油他照样丢 俄军照样丢 油弹都装满了放那边 好像等着乌克兰来接收一样 所以刚才清皇讲 那个士兵的那个故事 那个故事超精彩的 因为他们从俄罗斯 就有戏了你知道吗 在俄罗斯征召他们的时候 40个就有8个人说 就有8个人讲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在你们征兵名册里面 他说不行一定要去 不然就军阀审判 那判我军阀好了 所以8个人就被带走 判军阀了 这32个人就一路 就到了19亩附近 就还没有到19亩 在19亩附近的一个 新兵的一个算一个 临战训练要转换嘛 要做个转换 他们各地来的150个人 所以他们这些人就 哇太好了 大家聚集在这边 准备报效国家 你知道那当晚 因为食物不足 就发了干粮给他们吃 他们吃完干粮之后 就那这四个兵是比较乖 那干部说上床睡觉 他们就躺 就躺在那个睡袋 就睡了 那其他的人有没有睡不知道 他们四个睡得超熟的 你知道吗 他们一觉醒来 哇真舒服准备打仗了 人呢 怎么都不见了 所以我就讲嘛 在战场上 真的状况外 真的很要命你知道吗 人家到底已经跑了 不能睡太熟啊 对他睡太熟 这四个人醒来 人去哪里了 怎么只剩我们四个 是不是人家已经去打仗 只剩我们四个 他到处去问 所以他到了19亩附近 问那个老百姓 他说 这个到19亩还有多远 还蛮远的 不过你们不用去了 已经被乌克兰占领了 那代表那一百多人 其实老早就想着要逃跑了 早就要跑 才会趁着夜黑风高的时候 赶快落跑 那四个傻傻的 还睡那么熟 这这一百四十几个人 在等干部跑 他就要跑了 因为干部站在那边 大家睡觉快睡觉 干部叫他们快睡觉 原因是什么 干部要跑 干部也要跑 干部要跑 所以他们一睡觉以后 干部一跑 这些人全部都起床就跑光了 只有这四个 实在睡太死了 你知道 他起床之后 这四个人没办法 到不了19亩 19亩已经投降 他说那我们回儒冠斯克好了 那不行 盾内斯克和儒冠斯克都很远 那你们要去哪里 他说你们去找 那个乌克兰的 这个长官报请投降 后来有一个乌克兰的上校来 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要投降是不是 我们现在接收了投降的 俄罗斯使命实在太多 我们接收不了 你们留在原地 后面会有人来 你们等着跟后面投降 现在战俘投降多到 太多太多 对一个乌克兰上校说 我接收不了了 他说但是你们不可以再回去 拿着枪抵抗我们 如果你回去再拿枪抵抗我们 我们就把你抓到乌克兰去关紧闭 他就这样讲 去关紧闭 这几个势必说 我们绝对不会 我们一定投降 我还告诉你 前面还有很多战车什么 都没有人了 人都跑光了 所以乌克兰才会 一连一个连一个连的载 那个炮车 三步四步这样开回来 后面的弹药车也跟到 油罐车也跟到 这俄罗斯真是倒了大煤了 我当时好不容易从俄罗斯 找了这么多的炮 这么多的弹 这么多的油 到了乌克兰要打乌克兰的 最后全部因补余敌送给乌克兰 全部化为乌勇 所以乌克兰为什么 昨天才6000平方公里 今天变8000 我告诉大家 一个8000是多么可怕 你知道吗 8000平方公里 这台湾已经快要三分之一 被他收去了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收去了 桃圆才1100多公里 平方公里大而已 8000多 所以你看这不是 这不是作战得来的 如果说要我们的部队 一步一脚印攻防这样打 这个8000平方公里 我告诉你 打半年收不收回来 不知道 可是这个状况是什么 草木皆兵 这些俄罗斯的士兵 看到草木都以为是乌克兰士兵 他逃得比较快 他全部都用跑的 他是大踏步向后跑 所以说他剩下 惊弓之鸟 完全没有交战 完全没有交战 就直接往后跑 见到有声音 听到一声炮声 砰打过来了 快点跑 所以说他直接留下来的是 8000平方公里 所以俄罗斯怎么会有士气 普丁怎么会敢面对 你打了 从2月24号打到现在 7个多月了 你得到了什么 你得到就是8万个士兵死亡 你还面临了大批的赔偿金 然后超过10个以上的将官阵亡 然后所有的军备 还有大批的武器军备 通通送给了乌克兰 爆掉了俄罗斯超过 三年的总军备预算 三年那俄罗斯已经 本来就已经状况不是很好 三年的预算被用光了 被投到乌克兰战场 而且没有战过 所以普丁现在只有个办法 这赶快躲起来 赶快把重点 我要拼经济 普丁什么时候开始拼经济 普丁本来就不是拼经济的人 所以现在所有的矛头 都指向了普丁 那现在习近平从普丁上 会学到很多的教训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中国的演习 慢慢从有人机变无人机了 就是他要转变 他要慢慢降低一些冲突 可是他降低 我们绝对不能低 因为他软 我们也软 就中了他的技 好 乌军反败为胜 俄军现在是溃不成军 那明显 这两天国人又开始 关心俄乌战争 大家的关注度又怀来 因为的确是 非常的戏剧性 看到乌克兰竟然可以 打败俄罗斯 所以战争持续到现在 大家要关心说 俄罗斯到底坚持到什么 为什么要持续说 已经节节败退 所以对于这样子 我觉得就有点发挥说 乌克兰有点发挥 就是以小克大的一个精神 所以这部分不是说 一定要军力很强的 譬如说像俄罗斯之前 包括他陆军海空 所有战力是全世界 最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强国 就好像被乌克兰压着打 就好像说 我们在打棒球 一样一个小联盟 对于美国大联盟一样 你就一定说 大联盟那我们而已 没有这样子 不一定 所以第一个 包括他整体的整个精神战力 第二个包括国际 澳元的部分 我想这分成两块 乌克兰 他一个 他一个对抗俄罗斯 那个精神 这个精神战力 发挥到最强 第二个国际的澳元 包括美国 包括欧盟 包括法国这些 他们的军援 其实也占了相当大的一个部分 所以当然有些人对比说 台湾会不会变成 如果假设 如果老共对台湾发生 这种军事入侵的时候 台湾会孤立无援吗 我认为不会 当一个乌克兰 一个例子的时候 所以现在全世界一样 所有的力量 一定会援助台湾 就是说得到多助 并不是说 民主国家 不会变成一个 对外侵略的一个 一个孤独者 所以台湾不会变成 台湾不会孤立无援 当然不会到睡帐篷 我觉得我们有一些想法 想得太夸张了 确实如果发生 如果发生冰凶战危的时候 到那个状况的时候 当然战争情况 有时候都会 难免会这样子 可是你要说 你得到的利益是什么 你看以小胜大 然后乌克兰可以打败俄罗斯 老师我真的 一开始 一开始大家无可想象 开战的时候 谁会这样想 有人想说一个小联盟 比如业余球队 可以打败美国大联盟 一样啊 一个乌克兰 他评比的战力 排名根本排不上 可以打败全世界 第二强的一个国家的战力 这曾几何时 曾经想象的 而且台湾人现在看到 你看俄军仓皇失措 逃跑的状况 那时候会觉得很疗愈 原来你强国独裁者 不过 这种只有你在打电弄的时候 可以打电弄 可以 就是说西洋市 我们这种以小胜大 以寡其重 有办法做得到 也很疗愈了 所以我觉得乌克兰的一个经验 也给台湾一个很大的启示录了 不要说你对面的敌人有多大 我觉得小小的一个力量 当你把精神战力凝聚的时候 还有全世界有人帮你的时候 即使你面对一个多强大的一个敌人 多强大的一个对面的一个外敌入侵的时候 只要你内部团结凝聚起来 都可以发挥以小胜大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觉得像还有最好玩的一个 北京的态度是这样子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是中国外交部讲说赶快停火吧 所以他们为什么北京的态度 会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局势在改变 会不会最后变成俄罗斯 他自己就宣布说 停火了 就进入谈判了 真的也很难预料 所以结局不是想外界这样看 不是说你兵力强 然后就你一定可以赢 乌克兰反败为胜 其实这个鼓舞全世界 也特别鼓舞了台湾 台湾人都觉得 这个小国可以胜过大国 绝对就是反映出台湾目前的处境 来范老师 现在普丁骑虎难下 状况可能是非常难看 但他如果责任推给了军方 我就好奇 俄国的军方难道不会反扑吗 难道不会造成他们内部 有可能政变对普丁不利吗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说最近 这个普丁取消了很多 跟军事高层将领的会议 就担心第一个 可能将领会要求他停止战争 第二个 他可能被加持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为什么会有 这么大规模的军队 集体的投降 是我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俄罗斯的军队早年叫做 工农红军 1919年那时候列宁 就在工农红军成立的政治部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红军呢 他们最早强调就是说 政治部要掌控军队 他的军人的一个 第一个 你的意识形态 你的思想 还有军纪 所以 俄军为什么后来我们知道 包含在跟这个纳粹 在战争的时候 后来会胜利呢 就是他们的这些 所谓的这个政治部的 这些军官 这些是我们政战部队 他们是非常强调军纪 而且你任何军队 只要想逃亡 我掌握情报 而且我立刻处理 所以他就担心军人 可能会叛变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制度 后来我们为什么国军采用 因为蒋经国当年 是留学苏联 他把苏联这个政治部的 这个概念 拉到了台湾来 因为我们知道国军呢 在跟共军进行对战 为什么一直失败 我们看到从淮海战役 辽省战役 平津战役 三大战役失败 因为中共也有政治部 中共他叫做政治工作部 他也强调我们军队的纪律 我们军队的这个 对思想上的一个忠诚 但是国军呢 完全没有思想 国军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个 其实他们的一个意识形态 所以到了台湾之后 1949年 蒋经国把他当初 在苏联留学的那种 军中的政治部 在台湾重新复制 就是我们看到的 总政治作战部 那后来我们看到 包括我们台湾的政工体制 也是依循苏联的做法 范老师那你提到这一段 这次的俄军的督战队不见了 之前他们不是说 如果有这个逃跑的 这个叛逃的 后面马上就开枪打死 这次督战队不见了 因为我们知道 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 他们就把军队里面的 政治部给废除了 可是到了2018年 普丁亲自下令 成立军事政治管理总局 重新把这个政治部给恢复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普丁觉得 应该很安心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2018年成立 到现在不过四年呢 可是军纪依然是荡然无存 逃兵这么多 就表示普丁成立的军事 政治管理总局 他没有发挥真正的效果 因为长期以来 军队的政治工作停顿了 你要恢复 没那么快啊 所以我们知道 过去红军在前面冲锋的时候 一定是有后面政治部的人 拿了枪 你敢往后逃 我就开枪 独战队 独战队 逼得你一定要往前走 所以我们知道 因为这个苏联解体之后 整个的军队也不被重视 那第一个裁的是谁 就政治部啊 你没有战力啊 大家觉得你是冗原啊 又没有战争 何必留下你 还要给你薪水 都会把你们全部裁掉 等到普丁2018年恢复之后呢 已经为时已晚 准时超过三分之二以上 这个部队就废了 所以这一个第一 进位产客团 就是废掉了 这个如果要重建 要花多少时间 那直接打掉重练了 那个没有办法 这个单位已经没有办法重建了 就是整个打掉重练 重新派长官 重新派班长 重新派士兵 重新训练三年以上 这个部队从零到能打仗三年